在线各位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复旦大学学生会 学术文化部主办的星空讲坛 我是本次讲坛的主持人曹龙岩 礼度文章在光艳万丈长 当我们谈论唐诗 杜甫一定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存在 他语言风格沉郁顿挫 特色鲜明 极富美感 而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诗人 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唐朝 由盛转衰时期的社会面貌 题材广泛 记忆深远 内涵深刻 由诗史之称 词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造就了他诗圣的美名 而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德 对杜甫的解读 历历来众说纷纭 这位诗圣究竟是怀着怎样的情怀 解救那些智地做金石生的千古文篇的呢 他的诗又何以如此震撼人心 铿锵有力的呢 本期星空讲坛 复旦大学学生会 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侯体健老师 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杜甫诗中 透出的诗性与情怀 去探讨杜甫这一伟岸诗人的形象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侯体健老师 有请 好 各位朋友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我们在线上相聚来看看我们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 大家看到我的屏幕上有一幅杜甫的画像 这是大家熟悉的画家 蒋召何先生画的杜甫 也就是和大家 诗本里面曾经很忙的那个杜甫 出自同一个手笔 在这幅画的左边 蒋先生还写了杜甫一句 叫新诗改霸自长音 作为一个诗人 杜甫可以说 他为我们贡献了 为中国的文化贡献了非常多的精品 同时在他的这些作品当中 又凝念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优秀的品质 他的这个称号诗圣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我的题目呢 叫杜甫的诗意和情怀 这个诗圣啊 我今天其实就是用诗意和情怀两个方面来阐释 为什么他会被称作诗圣 那么这个诗意和情怀 当然其实它是关联在一起的 杜诗的情怀 如果只有情怀 不成为诗圣 对吧 如果只有诗意 也不成为诗圣 是两者的高度统一的结合 成就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那么接下来 我呢就是从这个诗意和情怀两个方面来讲到 杜甫所贡献给我们的这种丰富的内涵 杜诗 他的整个的评价 在我们的诗歌史上 在最开始其实是并不高的 我们知道 在当时的唐代的诗 诗坛当中 有所谓的选本 就是大家来选当时的诗人 最好的 最喜欢的诗 那么这些选本当中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杜甫 换句话说 当时的诗人 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诗人 对杜甫的认识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或者说 其实是不推崇杜诗的 那么大家 那个时候的人喜欢哪些诗呢 喜欢王维的 喜欢李白的 喜欢楚光熙的 有一本诗集叫 这个 专门选当时这些诗人 这个诗集我一下 居然把他的名字也给忘了 神来气来 行来 神来气来 情来的那一本选集 和月英灵集 和月英灵集 是非常能够代表圣堂的 像一种审美趣味的 但是没有杜甫 后面的中心间气集 这个各种各样的集子 都没有杜甫 杜甫的地位 在什么时候 开始被人认识到呢 其实已经到了中堂 已经到中堂 中堂和圣堂是两个 审美趣味 完全不一样的时代 圣堂的那一种 林阳挂脚 无忌可求 什么静中月 水中花 那样一种浑厚之美 到了中堂 完全发生了改变 那么 杜甫的这种地位 我们现在看到 最高的评价 第一个最高评价的 就是圆枕 就是圆枕 大家看这个PPT上 编上的这幅画 就是非常著名的 圆白之一的圆 就是圆枕 圆枕当然在我们的诗坛上 也是可以算作 第一流的 这个阶层的这个诗人 大家也读过他的很多的作品 包括这个音音传 这样的 很流行的那些作品 那么圆枕呢 就写过一篇 杜甫的穆系名 穆系名 他叫穆系名 其实就是穆志明 在这个当中 他把杜甫和李白 相提并论 而且他说李白不如杜甫 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就是说杜甫 他是极大城市的 他这段话是这样讲 他说 事与紫美 盖所谓尚伯风骚 下该审颂 古磅苏里 细吞潮流 眼言谢之孤高 砸徐鱼之流利 尽得古今之体事 而见戏人之所读专义 什么意思呢 杜甫的诗 他往上可以逼近 诗经储词 搏就是逼近的意思 风骚 风就是诗经 骚就是储词 往下来 他又继承了沈颂 沈全气和宋之位 他的诗歌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 古着之气 像苏武和李灵 这个苏武和李灵 我在古人的认识当中 他们写了很多 很优秀的作品 当然我们现在来看 那些作品 不一定是苏武李灵 然后呢 他的那种气势 那种浑厚的 那种力量 也就是所谓的风骨 他是从捍卫而接的 就是气朵潮流 这个潮流 大家不要误以为是 潮潮和刘备 他是指潮直和刘真 潮直和刘真 然后眼言谢之孤高 眼言之和谢灵运 扎虚异之流利 虚灵和于性 他说杜甫的这些诗呢 是等于是把他前代的 最优秀的诗人的那些优点 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原整对杜甫的一个评价 然后他后面还 这篇文章很长了 后面他还要讲到 哎呀在杜甫和杜甫的时代 最有名的是当时的李白 然后说山东人李白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呢他要讲 但是李白的诗是赶不上杜甫 所以这个对于杜甫的诗的一个定位 原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他的这种说法到了宋代 又有了继续的一个发挥 右边的这位 这位的图啊 是淮海先生一项 淮海就是秦冠 我在找这些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老是想把秦 找到秦冠一幅大胡子的图 但是呢 基本上没怎么找到 这个苏氏的图呢 你去找呢 很容易找到那些大 一个大胡子的苏氏 其实我们知道 苏氏和秦冠 苏氏是秦冠的学生 秦冠是苏氏的学生 那么他们两个人 其实大胡子的是秦冠 小胡子的是苏氏 秦冠是梅染工 但是这幅画呢 应该说已经 还算比较大的胡子了 大家如果再去搜的话 可以搜到一个更 更常见的那幅画 那幅画胡子更少 那么秦冠这个人呢 我们平时都是读他的词 读得比较多一点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有读到的见解的一个人 他看待这个天下大师 看待这个国家战士 他其实都很有自己的见解 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 写小词的词人 他其实是非常有个性的 一位诗人 他不是局限于 他这个词人的身份上 你看他怎么来讲杜甫 他的这个讲法 和原整的讲法 非常的接近 他都是体现出 这个杜甫对于前代诗人的 广泛的学习 广泛的吸收 在这个基础上 形成自己的风格 子美之与诗 诗己众家之常 诗当其诗而已 他说杜甫的这个诗 把各家各派的 把这些长处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 他之所以能够集中 这各家各派 是他诗得其诗 就他是生在 这个能够集他人之常的时代 如果生得太早了 不行 生得太晚了 可能也来不及了 前面可能有人都急了 西苏武李林之事 常与高庙 曹直刘公干 之事 常与豪逸 陶浅阮吉 之事 常与冲淡 谢灵运 暴躁之事 常与俊杰 徐灵 于信 之事 常与早立 又是跟前面那批人差不多 他们这批人的优秀的品格 杜甫都集中于一身 穷高庙之格 极豪逸之气 包冲淡之趣 兼俊杰之姿 被早立之态 总之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 对于杜施的认识 历代的评论家 越来越认同 杜甫是一个超越于时代的诗人 他虽然在当时 没有获得那么高的名胜 但是越往后 人们越发现他的伟大 在中国诗和史上 没有哪一个诗人 像他如此的均衡 博大 我们有些诗人 他很多时候是病态 比如说李赫 李赫当然是一个 很优秀的诗人 但是他的很多的美 他是很偏执的一种美 他甚至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美 这样的诗人 在我们的诗歌词上 当然需要 但是最伟大的诗人 他是杜斧这样的 最均衡的 他的这个非常的健康 你就没有看到那种 他太丰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 所谓的诗意和情怀 大家来看 他怎么在诗意上 一步一步的登上了 我们中国诗歌的顶峰 他的这种情怀 又是如何的博大 我们当然因为诗意诗讲座 没有办法把杜斧的一声 都介绍给大家 而且说实话 其实给我一个学期来讲杜斧 那也是讲不完 这个所谓的杜施学 他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问了 那么诗歌的写作 我们首先要承认 诗它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甚至我们也讲文学是一个语言的艺术 那么这里面就两个关键的词 首先它是依托语言 其次它是一门艺术 语言本身不能成为艺术 对吧 我们平时说话都是依托语言的 但是它不是艺术 艺术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门类 但是诗歌所依托的 这种语言的艺术 它是要把我们的语言当中 最能够体现这种语言的美的东西 发现 发掘 提炼 提升 有语言学家 这个语言学家也可以说是哲学家 他曾经讲过 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发展出 适应它的诗 这个我想是很容易理解 那么杜甫在他前人 前人的那么长的诗歌的 这个资源的基础上 他如何的吸收众长 又创造新意呢 我们先从字法上来讲 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的 我们从字再到句 再到篇再到情 我们这样来展开 字法也就是我们的诗歌当中 怎么来选字的问题 用哪些字 不用哪些字 同样的东西 我可以用不同的字来表达 对吧 以前北大中文系 非常著名的诗人学者 林根先生 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 就叫说牧业 说牧业 这个牧业 其实就是一般的落叶了 但是他为什么诗人们 喜欢用牧业 而且牧业所传达出来的那种 审美的感觉和落叶 会一样呢 那么林根先生就分析了 这个牧业背后 他首先会让人想起 处词里面的洞庭波西 木叶下 对吧 然后他背后会有很多很多的 让人联想的东西 所以诗歌的选字用词 其实是很能影响 我们读者的一种感受的 诗歌的内容很重要 但是语言的形式更重要 没有这样一种语言 同样的内容 读者所获得的美感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讲这个 杜甫的字法的第一个 就是碟字 这个碟字呢 我们看啊 有一部书叫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有一篇叫物色篇 物色篇里面 他其实把诗经里面的 那些碟字都捏出来了 也就是说用碟字并不是一个 在诗歌当中并不是一个 很西剑的现象 卓卓是写桃花的 桃之夭夭 卓卓其华 杨柳依依 欲血飞飞 就这些呢 在文性雕龙里面 他都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谍词 在文学的作品当中 非常常见 而且呢 用起来非常有效果 那么古事十九首里面 这首大家肯定更熟悉 青青河畔草 玉玉圆中流 阴阴楼上女 脚脚窗窗友 恶恶红粉状 千千出素手 这样的谍词的使用 在杜甫之前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而且 也用的非常好的例子 比如说这下面 王维的这一首 王维这首诗 《默默水天飞白露 阴阴下目转黄里》 《水天飞白露 下目转黄里》 这是别人的诗句 但是王维给他加了两个字 那就变成王维的 默默水天飞白露 阴阴下目转黄里 他说加两个字 就变成他的了 因为他这两个字 加了之后 对于诗歌的意境 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水天飞白露下目转黄里》 他表达的 没有空间感 很小的水天 飞了一只白露 这也叫水天飞白露 对吧 但是王维他加了两个字 默默水天飞白露 整个的空间变得扩大起来 这水天不是很小的 是望不到边的 默默水天 整个空间感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人家说写诗 总共就这么大的篇幅 你要在当中 每个字都发挥它的作用 不能是没有作用的 有些诗 你去看它其实是可以简化的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杜牧者清明》 《清明世界雨纷纷》 《路上行人遇断魂》 那你就会发现前面三句 它都是可以简化的 简化之后 会影响意义的表达 只有最后一句 悟通摇指新华村 没法简化 那么这个其实是讲到 就是在杜甫之前 不是说没人用碟子 也不是说没人用的不好 但是我们再来看杜甫用碟子 那就是另外一种境界 杜甫在他的诗歌当中 用了很多的这种碟子 而且他用碟子呢 用的方法 用的这个在诗歌当中的作用 用的这种词性 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可以说完全拓开了 叠词在诗歌当中所起的作用 比如说 风寒脆小 涓涓静 语意红取 冉冉香 这两个叠词的使用 它把这样一个意境 完全的烘透出来了 我们看风寒脆小静 风寒脆小静 和风寒脆小 涓涓静 这个涓涓两个字 它就形容这种美好的样子 燃燃香 燃燃我们现在也用 太阳燃燃升起 对吧 但是它这里 鱼翼红取 燃燃香 就是这个香味 好像你都能闻到了 慢慢的慢慢的 它就渗过来 就这种叠词的使用 它完全可以改变读者 对于这个意境的一种感受 穿花甲蝶 深深剑 咸水蜻蜓 款款飞 深深剑 是时隐时现 款款飞 是时飞时流 时飞时停 用其他的词能够表达吗 穿花甲蝶 这个是很简单的 你就看到有个蝴蝶在那里面 在花上动 然后看到它 蜻蜓在点水飞 但是加了深深和款款之后 你会这种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画面感 纵深感 这个动静结合感 全部出来 这个呢 还是大家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 下面这一组 下面这一组呢 你就会发现 杜甫在用蝶词的时候 它是明显的 带着自觉的在拓展 在拓展这样的一种 诗歌的手法 它有一次在这个船上 看到这个萤火虫 然后写了这个建萤火 却绕锦兰天各各 藕金花蕊弄灰灰 这个和前面我们看到那些 节词的 它的整个的使用都不一样了 各个很俗啊 但是俗的又是如此之雅 可以想象啊 那个萤火虫在那 绕着锦兰飞的时候 好像越飞越多 一下又多了一个 一下又多了一个 血绕进来 天各各 藕金花蕊弄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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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的诗人都不敢这样去写 这样的谍词 在杜甫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 什么叫弄灰灰 好像是口吃一样 但是在杜甫的这些诗当中 他的这样一种用法 完全的和他要表现的 这个诗的意境是贴合的 是能够提升诗歌的 要表达的那个意思 下面这一连也是 在杜甫之前从来没有人用短短来形容桃花 桃之夭夭 灼灼即化 灼灼桃花 艳丽的桃花 桃花 我女儿要写的话 她就是五彩缤纷的各种花朵 你就看 大家在使用这些语言词汇的时候 很容易形成一种陈词滥调 杜甫的伟大就在于 他是在不停的创新的 不停的创新 而且他的创新是不重复的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 不重复自我其实是非常之难的 我们那么多的优秀的诗人 有几个能够说不重复自我的 杜甫可以说 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陆游 陆游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他的诗很多都很非常的好 对吧 但是你去看 陆游六十年间诗万首啊 他的诗有时候重复的 你都觉得可笑 就重复自我 六十岁过生日 给自己写一首诗 六十一岁过生日 又给自己写一首诗 那么怎么写呢 就把六十岁那首诗改两个字 那这样的重复 在我们的很多的诗人的 这个文集当中 诗集当中 你都能够感受到 和杜甫并称的李白 你去读李白的诗集 你也能够感受到 李白其实也是很多时候 是重复自我 所以这个清代的人 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 说这个人们读诗啊 读李白的诗是 白首以上一页 就你读李白的诗 读了一百首吧 你就觉得有点厌倦了 因为他整天 怎么老是在喝酒 看月亮赏花呢 对吧 就他的这种重复性比较强 但是杜甫并 不是 杜甫各有各的写法 每一首诗都会有一项 新的探索在里面 所以白首以上一页的 下一句讲的就是杜甫 是十首以下难入 就你要真正的去理解杜甫 你读个几首作品 你根本上就摸不着别的 这个当然我是扯开说 那我们看这个短短桃花 临水岸 轻轻柳絮点云 他要用短短来形容桃花 和他的整个诗要表达的情感 是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关系 那么在杜甫的这种叠字的使用当中 还有一些极具创新性的 下面的 《曼城二手》里面 野日荒荒白 春柳明明清 什么叫荒荒白 什么叫明明清 江市荣荣暗 山云年年寒 就是你去读到杜甫的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诗人 他在不停地探索汉语的边界 或者说他在不停地拓展汉语的边界 汉语的表达的这样一种张力 在他的诗歌当中不停地被重塑 所以我们的诗人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写新诗 对吧 我觉得新诗是可以写出好作品 为什么 因为 我们现代的新诗的语言 还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说的这种白话 他的整个的蕴含的这种力量 他的内涵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 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 而古诗呢 这种旧体诗 我们现在也写 他是经过了上千年的优秀的诗人 他们的探索 现在要写出 特别好能够传释的这个优秀的旧体诗 其实是非常的难 再看 他这个碟字 还有一些 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呢 你去琢磨的时候 你会发现 琢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这种使用啊 确实是 非常的 有意思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秋信八首 大家读过秋信八首都知道 他的这种作品 是非常的 有代表性的一首祖诗 那么他里面呢 主要是写 他在奎州的时候 所见之景 他从眼前的景色开始写起 玉露雕伤枫树林 开始写起 然后联想到了 他离开的那个京城 对吧 然后他就在现实和历史 这里和京城 奎州和京城 这个虚虚实实 互相的参杂 这样子互相的勾连 那么其中有一首 就写他在这奎州的日子很无聊 那么其中有一句就是 信秀于人 还泛泛 金秋燕子 顾飞飞 我们前面讲到的 我们前面看的一些叠词 这些叠词呢 很多都是形容词 都是形容词 特别是在杜甫之前 大家用的都形容词叠起来 比较容易理解 桌桌 结结 依依 清清 郁郁 些些 都叠形容词 但是我们发现杜甫在这里 他把动词叠起来 信秀 昨天晚上在这打鱼的人 今天还在打鱼 在这住了一宿的人 就叫信秀 信秀的渔人 还在那里 泛 泛舟 泛着他的舟 还泛泛 这个燕子呢 还是像昨天一样的 在这飞 清秋燕子 不飞飞 动词的这样一种重叠 所表现的是杜甫 对于眼前的自己的这种处境的不满 千家山过 尽朝辉 日日将楼 做翠微 这样的日子让我们现在去过 过得很舒服 对吧 在这个太阳 早晨的太阳照耀之下 坐在这个奎州的这个半山腰上 看见这个奎州城如此的美丽 但是这个时候的杜甫 不是这样的心情 他看到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景色 他看到是什么 是还泛泛 是故飞飞 这两个叠词的使用 把他的这种情绪表达的 非常的到位 我们看 我随便从网上找了一幅图 就是下面这一幅 这幅图就是 信秀于人 还泛泛 清秋燕子 故飞飞 这是一个动词的这样一种叠 他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效果 下面这个 榴莲系列十十五字在交应 恰恰题 也一样 这个特别是这个恰恰题 什么叫恰恰题呢 这个对于杜甫的这句诗的解读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 我比较认同的觉得这个恰恰两个字啊 就是处处 前面讲的是这个蝴蝶在不停的飞舞 流连细叠 这个小鸟呢很自在 处处都在叫 自在交音 恰恰听 他这种叠词的使用 让整首诗 他所承载的 这样一种画面 变得丰富起来 涓涓细叠 过弦慢 片片 清偶下极端 凡之容易 纷纷落 任夜商量 细写开 这个纷纷落 你还觉得比较常见 对吧 纷纷 我们也现在有时候纷纷落 但是他用细细开 你觉得很新奇 叫细细开 这个细细 它是形容开的呢 还是形容叶的呢 在我们的古典诗歌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是 不追求它的准确性 恰恰相反 它还要追求模糊性 乐业商量 细细开 乐业商量 细细开 细细 你可以理解成是开的细 也可以理解成是乐业细 它就是两个 不可不需要分割的一个东西 在这样的在杜甫的诗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 对吧 故周一记 故元 这个 同举两开 他日泪 故周一记 故元 心 两开 他日泪 开的是花 还是泪 寄的是心 还是 粥 这个都可以做 并行不备的一种理解 这个是讲谍词 字法里面的谍词 很新奇了 已经 还有双生谍运 这个也是一种字法 这个双生谍运 当然其实 我看 你看我这里也列了诗经 也不是什么 独门绝技 诗经里面的 秤词杏菜 秤词 它就是双生 所谓的双生 就是生母相同 两个字的生母 生 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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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它都是 秤 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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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母 一样的 这个就叫双生 稍守 十除 叠运呢 窈窕 淑女 智比 摧 为 绸 某 属性 就是叠运 就运 运不相同 运妇 特别是运妇相同 这种手法 在我们 度复之前 也是很常见的 但是要 把这样一种手法用得跟杜甫一样的出神入化 也是前无古人的 我们看这个节目十二首里面的这一句 这一句他把这个双生啊 不是用一个双生词 他连着双生 独当神鼠开文院 兼犯 苍狼 学调翁 独当 神鼠 两个双生词 兼犯 苍狼 两个叠运词 两个叠运词 一个对偶句 上面用两个双生 下面用两个叠运 非常的讲究 还是我们刚才的那一句啊 信秀于人 缓范范 信秀 有同学 读的时候说 都读成信素 这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是用的双生 清秋 也是双生 双生对双生 畅望千秋 一撒泪 萧条一带 不同时 这是杜甫 永怀古记里面的 姚洛生之送玉碑 他这永怀古记写了五个人 什么王昭君 大家最熟悉 对吧 王昭君 然后有宋玉 有余杏 等等啊 那么你看 他用的 畅望千秋 一撒泪 这是一个叠运词 萧条一带 也是叠运词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 这个登高 登高有些人都没有发现 最后两 最后一连啊 最后两句啊 他是对账的 登高背后来的诗人 预作是中国七言律诗 高剧榜首的一首 就是顶峰级的 他整首诗从诗歌的语言 结构 到情感 都是混融一体的 风级天高 原笑爱 主亲 沙白 鸟 飞回 这个风级天高 他本身形成一个对账 对吧 这首诗我们不细讲啊 我就讲 你看 风级天高 原笑爱 主亲沙白鸟飞回 他在剧中形成一个对账 然后他本身又是对账 我们只要知道七言律师 他要求对账 只要中间两连 但是 杜甫的这首登高 他其实是 从头到尾全部对账 全部对账 第一 首连的对账 大家很容易发现 但是伟延的对账 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艰难苦恨 凡霜病 潦倒 心腾 灼酒杯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现在 很艰难 怎么艰难呢 苦恨 凡霜病 我人老了 其实苦恨凡霜病 是用来解释艰难 潦倒 心挺 灼酒杯 也是如此 潦倒 是他要表达的 其实一个是艰难 一个是潦倒 世事之艰难 人生之潦倒 心挺 灼酒杯 本来人生潦倒 还可以用酒来交仇 但是现在 我连酒都戒掉 都停了 为什么停了呢 因为身体不好 反双病 人老了 潦倒 心挺 灼酒杯 心挺 心挺就是刚刚停下来 就是这些天不行了 那么你看 艰难 蝶蕴子 潦倒 蝶蕴子 蝶蕴对蝶蕴 这又是一种字法 还有啊 我们讲这个诗啊 有时候一个字 就可以改变整首诗的意韵 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一个字 我举一个 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 万安石的 这个 春风又绿江南 蜜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作品 大家以前都学过 而且老师们也会讲这个绿字用得好 对吧 这个我不去讲 我讲另外一个字 有的学者呢 还要讲那个 幼绿的幼 应该用自己的字 春风自律江南 这些我都不讲啊 其实我在有些 有些场合都讲过 特别是这个字字 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首诗还有一个译字 一个译文 你看啊 我如果把这首诗的这个译文 这个字一改 整首诗的意思 全部变了 春风又绿江南 蜜月何曾照我还 我们都知道他都是何时照我还 何时照我还 他表达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对吧 当然我要讲那个春风自律江南 的时候也会讲到 这个回来不是想家 不是想念家乡 他是要 完成他的政治的报复 政治的改革 改革完成了 我就回来了 所以蜜月何时照我还 他是期盼着我的改革能够早点成功 这个我们不去不去管他 我就说 改了这个字 蜜月何曾照我还的时候 真首诗要表达的就是他改革的决心 不需要蜜月照我还 蜜月也从来没有照我还过 我也不起求我还 那整个意思就改变了 当然这样一个译文呢 在王安石的这首诗的流传过程当中 流传的不广 流传的不广 那么我这里呢再讲一个 一个例子 就是一首诗啊 欧阳修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 就是一群人他们在看杜甫的诗集的时候呢 刚好看了一本残缺的本子 其中有一首诗呢 有一句话叫 身轻一鸟 后面这个字缺了 身轻一鸟 然后这群人就开始补了 比如说身轻一鸟集 这首诗它整个的意思 我可以简单介绍啊 整首整整个呢 就是表扬一个武将 一个一个人嘛 他是一个武将 他的功夫特别好 然后我就说他身轻一鸟怎么样 说他的身啊 像有轻功一样啊 身轻一鸟 然后人家就开始来补 那身轻一鸟集 就像鸟那么快对吧 身轻一鸟落 像这个鸟落下来一样 身轻一鸟起 身轻一鸟下 都有啊这样的补 所以他们后来翻到了杜甫的诗集 看到杜甫用的一个字呢 叫身轻一鸟过 哎呦他们都 拜扶拜扶啊 就是居然能够用这个字啊 身轻一鸟过 那毕竟那个急落起下 那都要 形容这个轻啊 形容的都要到位一些 这样的例子 在杜甫的诗歌当中 很多很多啊 很多很多 我们看我这里举了几个例子啊 看第一句 远欧浮水尽 清烟寿风邪 哎呦这个宋朝人在他的诗话当中啊 对这个寿字用的 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呀怎么能够用到这么好的字啊 啊写这个燕子在这个风中 写了一下 不是被风 不是被风吹的吗 那就写 让我们来写就是 清烟吹风邪 对吧 清烟被风邪 我们一看就不是读 不是写诗的料啊 特别是苏氏 苏氏对这个寿字啊 赞赏有加呀 他还列出了 这个杜甫用这个寿字的 其他地方 但是这个寿字用的太好了 清烟寿风邪 燕子好像感觉到了风的 像一种力量 然后写了一下 清烟寿风邪 然后下面这一连啊 也是 这个杜甫在写这个长江之水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奎州之后啊 上游全部是那种水面扩大的 对吧 然后到奎州全部 被这个三峡 挤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水流啊 非常的急 然后他说 中水会福万 福就是福州啊 万就是万州了 因为水啊都到这个地方相会了 然后在渠塘的这个地方 渠塘争一门啊 这些水好像在正先恐后的 要经过这个渠塘侠一样 渠塘争一门 你看这字啊 这些字都是整个诗的诗言啊 一个字就把整首诗 它的力量 它的这种感觉 全部写出来了 还有这个写月亮 四根山土月 残叶水明楼 月亮是山土出来的 因为月亮被山土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水中之月 天上之月 照耀下的那个楼 这个楼好像更亮了 他用了一个字 名 残叶水明楼 我觉得吧 就是中国人 其实你读诗 你其他诗都可以 不要去仔细读 你就读杜甫 你读杜甫的诗 你越读越觉得好 怎么就能够想到这么好的字呢 所以我说杜甫的诗啊 是对整个中国汉字 它的这种潜力的一种挖掘 你看他用的这些字吧 也都不是什么很深屁的字呀 对吧 也不是大家很难懂的字啊 都是土啊 明啊 寿啊 真啊 但是他用在这个地方 如此的好 让人不停的感慨 这都是动词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组呢 是些虚词 这些虚词呢 也是如此 印皆碧草 字春色 隔夜黄里 空好阴 这个杜甫写鼠像 他是到了成都之后 发现成都的这些人 好像不太重视诸葛亮哦 连诸葛亮的祠堂 找都找不到 所以他开篇就说 称相池堂 何处寻啊 找不到 最后找到了 是在景观城外面 这个树木消僧的地方 景观城外 百僧僧 这样一个地方 这么好的景色 这么重要的人物 大家都被遗忘了 所以他用了一个字 字春色 这里的春色 他们都没有人关心 他们就自管自的 在那开放 在那生长 印接碧草 字春色 那只鸟儿 那么好听的声音 没有人去欣赏啊 白白的有这么好的声音 隔夜黄里 空好阴 所以我们看 这两个虚字 它的使用 代表了 杜甫的一种态度 就两个字 如果我们换成两个字 就没有这种态度了 印接碧草 真春色 那就好高兴啊 隔夜黄里 真好阴 真好啊 那不行 对吧 我们这些人 那就成不了 成不了什么好诗人 下面也是啊 故国游兵嘛 他像一股皮啊 一个游 一个义字 展现出了 杜甫 那样一种 厌倦战争的 一种心态啊 同时也觉得这个人生 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一样的啊 首都还在打仗 跑到这里呢 也在打仗 对于国家的这样一种忧虑啊 两个字就表达得出来了 顾国游兵马 他像一股皮 还有下面这个也很妙 以赴 那位 欧范春生 以赴那位 欧范春生 这是两个 一个写酒了 对吧 一个写景了 但是他用了两个虚词之后 他要表达的这样一种 时间的延续性 以赴人那位 欧范以春生 那你呢 好像还在过年一样的 现在已经春天迎到了 就是这样的虚词的使用 我发现我这个 今天晚上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孩子讲到这里的吧 刚才讲的是字法 字法一讲就讲了一个小时了 这样的字法 就是你就看杜甫的这样一种诗歌艺术 他又通过对这种字的 不同的字的 他的一种 一种特别的使用 他慢慢的改变了 拓宽了他的诗歌的世界 我们接下来再讲句法了 这个句法呀 更加的丰富了 我也只能挑一点讲 我们讲诗歌 中国的诗歌 最流行的就是五言和七言 五言和七言 那么五言诗呢 是在汉代的时候开始有 成熟的五言诗 然后成为主流 已经到了六朝 那么在这个五言诗之前呢 是四言诗 对吧 然后呢 慢慢有五言和七言 大概同时出来了 那么和四言诗相比 五言诗其实是多了一个字而已 但是多了这一个字 它完全的改变了 整个诗歌的结构 我们现在看五言诗 它的常规的句式呢 就是二三 就二三 它的整个的外在的语音的节 节奏就是二三式的 那么二三式的呢 又可以简单的分成 二二一 二一二 一一三 这三种是比较常见 最常见的是二二一和二一二 比如说大家读读乎的是 国破山河在 国破山河在 这是二二一 细草回风暗 春风花草香 这是二二一的节奏 对吧 那么还有二一二的节奏 也比较常见 野晋云俱黑 代宗夫如何 相对如梦寐 对吧 二一二 二一二 还有呢 一一三的 动如生与伤 就生与伤 一定是连着的 你不能动如生与伤 那就不对了 对吧 云伯 就云伯 云在这个 贴近了这个 翠威寺 翠威寺 翠威寺是个地名 你不可能把它分开 云伯 翠威寺 诗音 有神柱 有神柱 113 这些呢 总体上来说呢 也都还算比较常见 大家读起来呢 也还是容易理解 就这样的句法呢 并不难 但是杜甫呢 他可以说对于五言诗 七言诗更是如此 七言诗我都没时间讲了 我们就看他五言诗 这样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他能够形成131的句式 这个131的句式呢 很多时候啊 你不小心你就觉得很难懂 但一旦你发现 他是用131的句式的时候 那个意思马上就懂 比如说春速左审 心灵万互动 按照我们一般的读法 就叫心灵 他的音乐节奏 我们读的时候还是 心灵万互动 对吧 这样读 那你要琢磨了 万互怎么动啊 万互是没法动的 对吧 他的整个的这个意义的 表达是心动 但心怎么动呢 是心灵万互动 星星在这个苍穹之上 下面是万互人家 星星在那闪烁 心灵万互动 月棒九霄多 九霄五 没有什么多不多的 九霄云 九霄在天上 他说月棒九霄多 月亮挂在那个上面 月光非常的明亮 是月光多 心灵万互动 月棒九霄多 他的意义结构是 一三一的 泪阻劝碑下 就名词和动词 名词和形容词 泪的 隔了三个字 后面是下 其实泪下 泪随什么下呢 泪随着 这个酒杯 在劝酒的杯 在不停的流泪 因为他是送客 泪祖劝碑下 其实就是泪下 随劝碑 但这样的诗句 就没有力量感 杜甫之所以会变化 这样的这么多的句式 就是为了让诗歌 变得更有曲折的力量感 千人在评价杜甫的诗歌当中 说要成他的诗是成于顿错 什么叫顿错 顿错就是把你的感情 用曲折的语言来表达 这个和李白是不一样的 李白的诗歌的力量是冲击而下的 所以李白的力量 你一下就能够感觉到 他的力量 李白诗歌的力量 是不受限制的力量 杜甫诗歌的力量 是被压制的力量 不受限制的力量 当然可以有很大的力量 对吧 君不见 光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个力量 我马上推着你动 但是杜甫呢 他的这种力量 就像你的水龙头 本来很大的水 你现在用只手 给它按住一下 那个力量 水看上去是小的 但是力量更大 所以他的这个句式啊 其实是让他不要变得那么顺畅 愁脸吹笛声 其实他是愁声 但是他是愁脸吹笛声 山意脆微润 骂贤青草丝 青草怎么丝呀 青草没有办法丝的 我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曾经专门搜过这个丝字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搞这个 赐韵的诗啊 写作啊 要赐韵这个丝字就很难赐韵 我就搜过 什么东西能丝啊 路长人困 简驴丝 这是马丝驴丝 还有这个蝉丝 蝉啊 这个资料 还有风丝 基本上就这几个东西 可以丝了 其他东西都没法丝 你看这杜甫说青草丝 那么究竟是不是青草丝啊 骂贤青草丝 是骂丝 对吧 中间三个字 要不是解释它的原因 要不是说明它的状态 这样的一种结构 三一三式的 还有一四式 这一四式的结构 就更加的有趣了 对 清晰风轮过 我们读起来好像也是 二二一 清晰风轮过 但是你仔细一看 清有什么西的 西的动词 西这个动词的发出者 不是清啊 黄之举有来 之的这个感觉也不是黄啊 不是黄之啊 是我之 我西风轮过 但是为什么他说是清晰风轮过呢 这个这样这种句法 我们把这三个例子 例子读了之后大家来感受一下 华语 华语 雕湖范 香文 锦带更 碧之湖外草 红剑 海东云 一四 他的结构是一四 华语 雕湖范 不是那个华在回忆那个雕湖范 对吧 是我感觉到华 然后我想起了原来吃的那个雕湖范 这个华就像雕湖范的华 我闻到了香 就像我曾经闻过的那个锦带更的香 香文锦带更 我看到了一片绿色 可惜 那是一片山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没反应过来 它就已经过去了 原来我刚才看到那片绿色是山峰 清晰峰卵 我看到了一片黄色 船进了之后 我才发现那片黄色是逐了的菊幼 我看到了一片绿色 仔细的一想才知道那是湖的那边的草地 一片红色映入了我的眼睛 我一看原来是海东的云彩 它是这样来的 这一种一四的句式 它为什么这么写 它是把自己的最感官的 最直观的那个感觉 先提出来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风鸾过西青 举又来之黄 这个会丝的味道就完全变了 如果我们把风鸾过西青 打五十分的话 清晰风鸾过就能够打一百分 它把你的那种最直观的那种强烈的感受 传递给了读者 我们诗歌是语言的艺术 我们怎么来传达我们的感情 我们现在的人 这个语言是很频繁的 为什么频繁 就是因为我们离我们的汉语越来越远了 我们不愿意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情感 我们更多的愿意用图片 用声音 用画面 对吧 一个读图的时代 一个看小视频的时代 一个抖音的时代 在轻视着我们汉语的表达的能力 杜甫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丝的句式 就是他在强调着他的这种直观的感觉 他的主观的感觉 想要传递给读者 所以他把最主观的东西放在这前 我感觉到的华 华语调 还有一种三二句式 这个三二句式呢 你读起来 如果你没发觉的话 你也会觉得读不通 白发少兴洗 含义宽总长 田腹妖皆去 林家问不为 岸飞银自照 水素鸟相互 第一句就很怪 白发少兴洗 白发少兴洗 如果我不断开的话 你就会读成 白发不要经常洗 那这个头都要长狮子了 白发不要经常洗 少洗嘛 你就把它读成少洗了 寒衣宽总长 又宽又长 不是这个 你发现他是三二句式 他说白发少 他说白发少 心洗 寒衣宽总长 因为我 心洗了头发 所以我发现 我白发少了 这样的一种意义结构 在杜甫的笔下 这样的新的句式 寒衣宽总长 自己瘦了 天父邀接去 不是天父被邀去 而是天父来邀请我 我都会去的 林家问不为 不是林家不为 是我不为 林家来问我的问题 我从来就不拒绝 林家问不为 这些句法 看他的这种变化 还有啊 这个七言句的句法 更多了 我今天真的是 我因为疫情在家 我是认真真做PPT 做准备 发现准备的特别多 特别丰富 反正我讲完算术啊 你看这个句法 这个七言的句法 更丰富 因为五言 他有一单的一个字 他的变化就很多了 七言的变化更多更多 相道卓语 英武力 必武其老凤凰之 这是秋星八寿里面的 他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无非就是 还是要讲这个 长安的那种繁华 怎么来表达长安的繁华 相道卓语英武力 长安的这个 粮食非常的丰富啊 他写圣诗嘛 写圣诗之长安 杜甫对于圣诗的一种回忆 还有一种追忆啊 我们现在都说圣堂如何之美啊 圣堂为什么那么美 就是因为有一群经历了安始之乱的诗人 在不停的追想 追忆着圣堂 圣堂是很多时候也是被我们 这些后来这些诗人构想出来的 他们经历了那个盛事之后 再遭遇 就像我们现在想想疫情之前 没有经过没有经历疫情的 那个日子太美好了呀 对吧 把那些痛苦我们全部忘记了 我们现在整天被关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那么日常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一样的 所以杜甫要表现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句子呢 本来是说 鹦鹉浊雨香道力 凤凰七老必有之 他是写这个东西 但是他要强调的是鹦鹉吗 他强调的不是鹦鹉啊 他强调的是香道 那些稻米啊 连鹦鹉都吃不够 吃不完 这个凤凰七老必有之 他要强调的是碧鹉不是凤凰 所以他用了一个 这样一个倒桩 也不叫倒桩 这个错综 把这个想要表达的东西提前 然后这个束缚这首诗 他也是 用夜教圣悲自语 中天月色好水一堪 你按照一般的句式去理解的吧 你觉得怪 碧自语 一般的我们是二二三结构 对吧 用夜教圣 碧自语 中天月色 好水一看 去理解的时候就会遇到疙瘩 其实他不是这样的 他的句式是 用夜教圣悲 中天月色好 在这样一个长夜当中 我们听到了那个号角那种悲凉的声音 但是这样一种悲凉 我没有办法和人去分担 和人去诉说 只能自己一个人在那承受 正在自说自话 所以是用夜教圣悲自语 中天月色好 在这样的教圣悲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 我们看到的确实一轮美好的月亮 但是这么美好的月亮 谁能和我一起看呢 中天月色好 谁看 你看到这个句式发生了改变 曲家二手也是如此 且看玉境花惊眼 莫艳上多酒入唇 你简单读吧 且看玉境花惊眼 花惊眼 惊眼的花都要没了吗 莫艳上多酒入唇 这样去理解呢 你有时候就觉得很怪 理解不通 他的这句其实是 且看玉境花惊眼 莫艳上多酒入唇 花惊眼酒入唇 但是是什么花呢 玉境花 你去看那些快要 分落这个凋落的那些花朵吧 他们曾经都是 我看过的花 且看玉境花惊眼 我看过那么多花 它现在都要凋落了 莫艳上多酒入唇 这个伤不是伤害的伤 这是一个对障句 你看它玉境这里伤多 这个伤就是过多 不要再说那么多的酒 不要我喝 其实是表达他的这样一种 比较低落的心情 这句话 在七言更多 我不细讲了 还有 这个我们孩子讲的这个诗意的部分 后面秦怀都没得讲了 在杜甫的诗歌当中 还有一种叫功卓相伴 就是他所谓的功呢 就是讲功文 讲金功 讲雕琢 这样的句子呢 很多 但是呢 如果只有功 就会显得巧 巧对于一首诗的评价来说 它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正面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说 我们现在也很有意思 现在说什么匠人精神 匠人在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评价体系当中 匠人都是比较低的 对吧 匠吧 工匠 木匠 斜匠 匠人都是 就是工匠的匠 这个功呢 也是如此 在我们诗歌当中 功 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 当然功是可以 不错 但是不是最好的 但是在杜甫当中 的诗歌当中 他讲功的时候 还要讲卓 卓 不是笨 卓是 朴卓 朴卓之美 工 许多时候会变得巧 巧就会变得 没有力量感 比如说你让我去画个妆 画的紫紫细细的 眉毛都给他雕 雕一下 看上去 曾经有这个同学 把我那个画给的PS 看上去很工 我就觉得 就是工巧 没有我的神运了 对吧 工巧 但是呢 杜甫讲诗歌里面 有工的一面 还要有拙 拙呢 就是很普拙的 没有修饰的 没有修饰的东西呢 他很多时候是有力量的 有生命的 所以你看 杜甫在他的诗歌当中 常常是工和拙 相交织的 这个半 你不能死板的认为 他是 这个一半对一半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相交错的 比如说这首诗 野似江天祸 山费花足忧 这个是很工的 很工巧 身有神柱 不得吉春游 这个就很普拙 他有点像散文的句子 竟是香淫带 穿云自取流 这又比较工整 禅之速众鸟 飘转木归仇 他又是拙的 你看他的这样一种 公拙 互相的支撑 形成了一首好的事 那么还有以俗为亚 我们当然说亚是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亚要好 但是在高超的诗人手中 他可以化俗为亚 甚至是以俗为亚 俗的东西 他会转化成 大俗大亚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首杜鹃 这个杜鹃鸟 如果你写诗这样写 写四句 我就说你还是回去吧 别写什么诗了 西川有杜鹃 东川无杜鹃 富万无杜鹃 云安有杜鹃 这叫啥呀 怎么诗呢 这样的诗我一天写一百首 对吧 但是你看 他的这种诗 马上转到 他的整个的诗篇当中 把它相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写得真好 他在说 这个西川没有杜鹃 东川有 富万没有杜鹃 云安有 你看他的这个句法 这个叫 后来钱周书把这个句法 叫压叉句法 就是他的有和无 前面第一句有 第二句有 第三句又是无 第四句是有 就是无和无相近的 念这一块 然后讲 我戏有景臣 节入晴水边 有诸一清雨 桥木上参天 杜鹃木春至 爱叫其间 我见常在拜 重斥古地魂 后面还有很长 他就写这个杜鹃鸟 你就发现吧 他的这种俗的语言 在他整个的诗篇当中 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厚实的基础 他要表达的对于这种杜鹃鸟的一种 寻找 到处在找 西川没有 东川 西川有 东川没有 我到哪我就去找这种鸟 我到了哪 我就很关心 有没有这种鸟 然后我为什么会这样关心 是因为我在景臣的时候 我住在这个井水边 上面有一棵树上 住了一只鸟 我就经常去怎么样 还是这样 这样去展开 这个是你所谓 这个我 这个杜甫的诗歌的艺术 实在过于丰富 我就简单的介绍这一些吧 就是讲他的诗歌艺术 如果一个诗人 他静静执着于这些技巧 他也许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 但是他成不了伟大的诗人 杜甫的伟大 是建立在精湛的语言艺术 和博大的人生情怀之上的 袁梅 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他收了很多女弟子 而且好轮筒 对吧 好美食 好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怪怪的东西 袁梅有一本 很著名的诗话 叫随缘诗话 这个随缘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 那一块 在随缘诗话当中 他讲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评价杜甫 他说人必先有芬芳翡测之话 而后有成于顿挫之作 人但之杜少林美范不望君 而不知其余有朋弟妹夫妻儿女见 何再不遗忘情深焉 后人无杜之性情 学杜之风格 就是一个人要有达到这么大的成就 他是因为有他的芬芳翡测之怀 才有他这么优秀的成于顿挫之作 他的芬芳翡测之怀是什么东西呢 圆梅说 我们常常说的杜甫是忠君爱国的 每饭不望君 每次吃饭都要想到皇帝 这当然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杜甫 他的一个重要的品质 忠君爱国 但是杜甫的伟大 不在于他的忠君爱国 而在于他对于世间万物的一种仁爱的精神 他对于朋友 对于兄弟姐妹 对于妻子 对于儿女 对于天地万物 无不一往情深 无不一往情深 这就是所谓的圣人的情怀 圣人之圣 是儒家之圣 儒家才有圣人 对吧 孔子 孟子 朱子 这些是圣人 他们有圣贤之气象 他们对天下 有人爱之精神 儒家 这个是 就是人 人 人爱物之人 我们来看 杜甫对于朋友 我们都可以想象 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 在他的笔下 写过很多的朋友 哪怕只是一个 作为一个粉丝的 对于这样一种感情的写法 他都非常的 写得非常美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江南逢李归年 他无非就是一个 一个李归年 这样一个歌手 他的粉丝 他听过他的歌 我听过你的歌 但是我在这里 遇见了你 落花十几年 又 还有这首 郑魏巴褚事 郑魏巴褚事 这首作品 随着人生的 阅历的增长 你会越来越喜欢他 你会越来越喜欢他 如果你只有十几岁 二十岁 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我现在已经有一点感觉 我想等到我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的时候 再来读这首诗 可能更有感觉 我们的这种感觉的强烈 可能还没有古人 读这首诗感觉的强烈 为什么 我们现在见朋友太容易了 我们大不了试个评 对吧 打个电话 但是古人 他都是靠书信的 而且书信朋友都不一定找得到 郑魏巴褚事 褚事就是没有出去当官的 怎么来找到这个人 都不一定 对吧 是偶尔偶然的碰上 人生不相见 动如生与伤 我和你相见 就像那个身心和伤心一样 永远没见到 毕业了之后就没见过了 对吧 人生不相见 动如生与伤 但是呢 那今天我们碰到了 惊喜福和系 共赐灯烛光 然后开始回忆 少壮能几时 并罢各已仓 我们在分手的时候还是少年啊 现在相见的时候 已经是老人了 问一位我们原来的那些朋友啊 现在你都生了三胎了 依然尽父之 问我来何方 你的子女啊 对我也是如此的热情 问我从哪里来 问他哪位已去尔罗久江 你看杜甫把这个朋友见面的这种 这种情形啊 情得多到位啊 这小孩还在问杜甫 你们从哪 你怎么从哪里来啊 你怎么样啊 这个 魏巴就说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赶快去准备一桌好吃的吧 其实也没啥好吃的 去尔罗久江 夜雨剪春酒 心碎见荒凉 其实都是一些很家常的蔬菜 夜雨剪草 祝圣会面的岸 一举累时商 时商亦不醉 赶子故已长 明日隔山月 世事两茫茫 在那样一种战火纷飞的年代 碰上了 明天又要分别 就对朋友的那样一种情感啊 你们觉得杜甫这个人 真的是 所谓的人人之心啊 这种 他这种一往情深啊 当然更著名的是和李白的 李白当然他是一个明星了 杜甫对于李白 他是一个更多的追星的心态 李白其实对这个小朋友啊 并没有那么的看重 对吧 至少我们在现在杜甫 李白的那么一千多首诗当中 能够要找出给杜甫的 很难 找到了一两首 还非常可疑 但是杜甫对李白可不是 春天想你 冬天也想你 魏北春天树 江东日暮云啊 寂末书斋里 中诏多二思 起风了想你啊 凉凤起天末 君子亦如何 梦里也在想你啊 三叶评论君 轻轻见君异样 你的财行令我惊叹 避落近风雨 尸臣气鬼神 你的潇洒令我嚮往了 痛饮狂恶 空渡日 飞养八户 未睡凶 特别是李白遭遇了 牢狱之灾的时候 杜甫还在为他担心 其实这个时候 杜甫自己的处境 也很糟糕啊 世人皆欲杀 无以独连财 文章赠命答 师妹喜人过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还想着朋友 绝不是一个 落尽下尸之人 对吧 这是讲他和朋友 这个呢 也还比较多的 还有讲弟妹 杜甫困居长安 十年又遭遇了安史之乱 然后在上述防管 为防管说话 然后呢又 反正就不得知吧 然后他就开始到这个秦州 然后到铜骨 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 写下了铜骨七哥 铜骨七哥啊 第一个就是有客有客 自知美啊 第一个就是感叹自己 那你看他七哥里面 他一个一个感叹 感叹他的弟弟 感叹他的妹妹 有地有地在远方 三人各寿 何人强 身别辗转 不相见 无疾无成爱见 道路长 东风驾河 后秋仓 安得送我 至乳旁 五虎三哥戏 各三方 若归何处收胸骨 这是第三首 所以他是五虎三哥 这些写给弟弟的 他想着这个弟弟啊 我在这里遭遇磨难的时候 你啊 可能比我要遭遇的磨难更多 三人各寿何人强 身别辗转 不相见 无成爱天 道路长 我在这样的道路上走 你估计也是吧 你什么时候 如果你能够健在 我死了 你到什么地方来 收我的骨呢 写得非常 沉痛 写给妹妹的也是 有妹有妹在中离啊 良人早末 诸故吃 长怀浪高 脚龙路 十年不见 来何时 偏周欲望 见满眼 遥遥难过 多惊奇 物似歌戏 歌似奏啊 临缘为我 提倾奏 这个妹妹啊 她的杜甫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她想着她哥哥 像她的弟弟 她的妹妹 她说她妹妹 丈夫早就去世了 自己带着几个孩子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想帮你也帮不到 偏周欲望 见满眼啊 这样的战火的年代 怎么去寻找你呢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临缘为我提倾奏 我的哭声就好像 那个缘的叫声一样的凄凌 你去读杜甫的诗吧 你总会让 总会把你感动 他对待人如此之真诚 对人如此 对物也如此 还有经常讲的 我们的中国的古人 基本上不太写自己的妻子 不写妻子啊 写的女性呢 反正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女 就是奇怪的关系的吧 要不写后宫的 要不写红灯区的 酒楼歌馆的 这些写的很多 正儿八经在家里带孩子的 做饭的 他们才不管的 你去看那个李白 你不知道李白整天过啥日子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去 阳度艺礼 李白那是一种 李白作为一个天才世人 他就活在他的那种世界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 杜甫才真的是一个 像我们日平常一样的人 他想着他的妻子 他背线长安城的时候 看到天上的那种月亮 他首先想到的是 哎呦 这个月亮我的妻子肯定也在看 这么美的月亮 但是我妻子在看月亮的时候 我的那个小孩 肯定不懂他妈妈 为什么要这么去看月亮吧 今夜复周月 亏众只独看 摇脸小儿女 未见一长安 然后他写上 倔光下的那个妻子 应该多美呀 像物云环是 清晦玉必寒 在杜甫的诗歌当中 他的妻子经常的出现 当然像这一次出现的如此的美丽 其实也是比较少的 相物云环时 清晦玉必寒 以至于后来有诗人怀疑说 这两句不是写他妻子的吧 写他妻子 杜甫这样一个诗社 怎么能用这么 奇艳的词汇呢 怎么能写的带有肉欲的感觉呢 不行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杜甫就是这样一个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死板 对吧 一定把杜甫画得那么愁眉苦脸吗 杜甫当然忧苍生忧天下 但是他的灵魂是很健康的 他的色彩不是暗淡的 他的眼光不是那样一种混浊的 他看着天下的民众 看见人间的疾苦 但是他的眼应该是有光的 相恶云环是轻辉欲避寒 怎么就不能是杜甫在写他妻子的美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 何时已虚荒双照泪 这是写妻子 这是写妻子 然后我们再看 杜甫不但对于 他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人 那么的重视 那么的 把他的这种情怀表达出来 他对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很优微的一些生物 他都表现出一种忍者的情怀 杜甫写过小鱼 写那个白小 那个小白鱼 写过那个小虫子 写过那个小燕子 写过他门前被风吹折的那棵树 那棵桃树 他都非常的关心 我们再看他这个腹肌形 腹肌形也非常有意思 他们家有一只鸡 然后呢 这个家里的人说要把它卖掉 然后就在那抓那只鸡 抓着哥哥哥哥哥哥哥的乱叫 东福就写了这首诗 孝奴夫妻相师卖 要把鸡抓了去卖了 鸡背夫妻相宣正 这个鸡因为你去抓他 他就哥哥哥在叫了 家中厌鸡食虫乙 不知鸡脉缓遭喷 家里的人讨厌这只鸡 因为他要整天讨去吃这吃 特别是吃虫子 但是你在痛 你在为这个虫鸡的生命惋惜的时候 你没想过这只鸡也会被卖掉 也会被送到这个餐上去呢 所以东福说 虫即愚人和后国 你为什么要后此国彼呢 虫子是命 蚂蚁是命 鸡也是一条命呢 我是奴人借其福 鸡虫得势 无了时 众目寒将以山格 这好像变成了一个难题 所以杜甫说 鸡虫得势无了时 祝募寒将以山格 他对于这样一种微小的生命 他是在思考的 他不是属世无睹的呀 对吧 还有 他在这个成都的草堂 种了两棵 五棵 不是两棵 四棵 四棵松树 后来他搬离了草堂 然后呢 他还是想着草堂 而且特别的写到那四棵松树 四棵松树在他的十棵当中 多次的出现 他里面说 上念四小松 就是他种了四棵松树 慢草以居柴 不要被那些 慢慢草草花 被束缚到了 双骨不胜长 用胃淋漓 他为这个松树的生长 也在操心 这个还有很多 我也不细讲 最后我讲一首 这首我是特别的要讲的 就是幼城无了 我们讲到 他对于身边的朋友 亲人 身边的各种事物 他的这种仁爱 这种情怀 特别要讲 就是对于这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 跟他无亲无故 住在他隔壁 他当时是在奎州 在奎州的杜甫 其实真的是很糟糕的一种处境 就在那样一种处境下 他的隔壁的房子 他曾经住过的一个房子 就借给了这个吴朗 这个吴朗住下去之后 这隔壁的这个老太太 来打枣子 这吴朗就可能 有点防着这个老太太 所以杜甫就写了这首诗给他 汤前不早 任西林 无时无儿一夫人 前面那个枣书 就让西边的那个老太太去打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没有吃的 没有子女的一个女 一个妇女啊 无时无儿 为什么会无时无儿 为什么会 他是一夫人 他为什么会是一个人 住在我的 住在这个房子边上 他为什么要来打枣子呀 不为困穷宁有此 如果他不是困到那个程度 他怎么会来打我们家的枣子 他为什么会这么困呢 他后面会回答的 而且因为你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要对他更加的亲密 只缘恐惧 转续情 他有点怕你 你对他要更好 杜甫为什么说他是忍者 他不是在这里责怪无狼 他还要考虑无狼的情绪 所以他说 既方远客虽多事 他好像有点防着你 好像是他确实有点多事 便插梳理却甚真 你也不要防着他 本来你也不防着他 我想你不会防着他的 但是你这样一插的 好像真的一样 看都府就这样一种 照顾人的心情 以速征求平道果 他为什么是一个人 他的丈夫 他的儿子都被征去打仗了 所以正思荣啊 累不一件 如果杜甫是一个 自己过着富足的生活的人 安定的生活的人 我们去看 他好像在做一种施舍一样 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的杜甫 他自己也是自身难保的一个人 自己将往何方 他都不知道 他在奎州 真的是不知前路向何处 日日将楼做翠微 他还在想着这样一个 和他无亲无故的一个老太太 又称吴朗 也就是说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跟吴朗讲这个事情 有这样一种情怀 我们讲这个所谓的诗圣 这个圣 是诗圣 是他的诗歌 所传达出来的 一种语言艺术的登峰造极 更是他这样一种人人爱物 的舒适情怀 所表达的这样一种 儒家圣人的高度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杜甫 理解他的诗歌 我们要从至少这两个方面 去理解 就是他的诗歌的艺术 和这样一种情怀 宋代的著名的诗人 王一生 曾经写下了一句诗 叫《紫美极凯诗世界》 杜甫的诗所开辟的世界 不只是一个语言艺术的世界 也是一个充满着 人人爱物精神的世界 他的诗歌世界 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的精湛 当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事实上 从宋代开始 历代的诗人也确实把 度诗尊崇为典范 更重要的是 我们来读诵诗诗 读度诗的时候 我们要想着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用什么样的眼光 在看待这个世界 我希望我今天这些讲座 大家更多的引起大家 对于我们人类的 这样一种命运的一种思考 可能对于杜甫这个诗人来说 他的价值在我们的今天 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彰显 今天我就讲这些 谢谢各位 是不是主持人还要留一些 互动的时间 还是怎么 是的 是的 好 非常感谢侯立坚老师 今天极具专业性 同样也极有情怀的 这样的一个讲座 相信听完讲座的我们 一定也有更多的收获 对杜甫本人 对他的情怀 他的诗作 都更深刻的了解 现在我们还有 大概三五个问题的机会 可以请听讲座的各位 去请教侯老师 大家可以选择开麦直接提问 也可以选择把问题打在聊天区 由侯提前老师来选择解答 侯老师你好 你好 您的讲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想请问一下 对于杜甫的诗歌 我们在海外的这种 一阶情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它翻译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能麻烦您给我们再 传授一些吗 谢谢您 杜甫老师 杜甫的诗歌不停的在往外翻译 现在有集成性的 就是把杜甫的诗全部翻译成的 我知道的就有两套 一套是英语世界的 就是语文索安他们翻译的 就是完全的全部的都诗已经翻译成英语了 还有一套就是日语的 在前年还是哪一年 也就前两年吧 也全部翻译完了 至于那些零散的翻译可能更多 我没有特别的关注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特别是英语世界的 可能还是语文索安的翻译 比较有意思 谢谢侯老师 那您觉得这个语文索安 它在翻译的当中 有没有就是它的美感 或者什么样 还是有所不同 有没有很大的这种流失 就是它要表达的杜甫原意 我没有去读过这个语文索安的 这个译本 所以我也没有评价 但是我想诗歌一旦翻译 它肯定就只能取其中一亿吧 很难兼顾到诗歌原来的 所有这么丰富的一个意象 比如说我刚才讲了 有些诗句 它可以有多样性的一种解读 可能翻译的时候 它可能只能舍弃其他的选择 其中一种的 行行行 谢谢老师 您能推荐一些关于住处的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非常感谢 我们时间有限 想请问一下 别的听众有没有问题 向侯老师请教 也可以打字 打在聊天框里 侯老师您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是准封闭期间 那么就大家可能有了更多时间来读一些东西 那么您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诗歌 给我们分享一些读物 就这种 不知道你是想要做专业的阅读呢 只是一般的阅读呢 还是什么 因为阅读有各种各样的层次 就是我作为一个非中文系专业的一个同学想要读的一些东西 如果只是一个一般的阅读的话 我觉得有很多的书可以读啊 比如说我们中文系 骆语明老师的诗中特别有馋 对吧 你可以读一读啊 比如说前段时间网上 曾经比较流行的一个同行 他写的诗人十四个 这个诗人十四个呢 它是一个很个性化的 一种散文式的写作 你也可以去读 这样的作品很多 这样包括比较经典一点的 这个叶家银先生的一些解读 对于一般的普通的读者来说 都可以去读 都可以去读 当然有些呢 我觉得是可以不读的 比如说讲勋 讲勋讲什么唐诗诵词啊 最好就别读了 我曾经在这个书店里面就翻了两页 那两页里面 我都能找出三五个错 这种呢就没必要去读 对吧 还是稍微带有一点 有专业背景 当然不一定专业背景 都对 但是呢 相对好一点 好的 谢谢老师 胡老师 就是刚刚在聊天区里 有一位听众问 现在读诗教助 最权威的应该看哪部 最权威的呀 这个是那个山东大学 肖迪飞先生他们曾经 主持的一个杜甫全集教助 这个是相对全面的 这个当然作为一般的人也不会去读吧 那个篇幅很大 篇幅很大 我们一般的读者读一读 读诗选本就行了 不要去杜甫那么多的诗 那么多的读诗 你都去读得也很累 一般的选本读读也就挺好的 好的 刚刚还有听众问 有没有推荐其他杜甫相关的书 我觉得刚刚 胡老师的解答 应该也能够解答你的问题 我们再请最后一位提问 那个我最近刚好看到 那个陈奕新先生的那个杜甫传 又出了新版 那个是陈奕新先生 花了很大的力气写的一本书 当然很厚 你们也可以参考 关于杜甫的书太多太多 有一本书就叫杜甫叙录 就是关于杜甫的这样的研究的书 特别多 红叶的当然也是一本 很经典的一个著作了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 我觉得可能读选本最好 你们去读读杜甫原来的诗歌选本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好的 实在是非常感谢老师 今天的分享 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讲座 一定对杜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然后也激起了大家去更多阅读的兴趣 那么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的星空讲坛就到这里 后续录评会发布在 复旦大学学生会的B站账号 更多的讲座的资讯 也请大家关注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公众号 那我们就这样 再次感谢侯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 好 各位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